原來霧峰香米這個包裝已經使用十幾年 其實要換掉也很捨不得 除了讓舊的老朋友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霧峰香米以外 我們也希望更多新的朋友能夠對我們霧峰香米能夠喜愛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把霧峰的一些地景元素 融入到這個米的包裝裡頭 大家都知道像光復新村、霧峰林家、我們的故事館、我們酒莊、亞大美術館、省醫會等等 這些地景 那我們透過拼圖的方式其實在每一款不同的品項裡頭 它有不同的地景 把它拼在一起會變成一幅畫這樣子 我就想說透過這樣的不同的方式讓大家在選購我們的霧峰香米之後 跟我們霧峰能夠更緊密的連結 對 因為那個香米的部分它本身的味道就非常非常香 那其實說實在因為其實它有香味 其實它因為白飯只有白色的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引起食慾的部分 那因為我覺得是現在的火龍果非常非常的盛產 那其實結合這個火龍果的部分 把米的部分把它染成粉紅色的 那其實這樣子對於一般民眾的話 然後它吃的時候它會引起它的一個食慾的部分 請接牌 熱情的掌聲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來叫蝦窩看到